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 愿你列天而降 愿群山都在你面前震动 好向火烧着干柴 又向火把水烧开 使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你行了可谓的事 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那时你降临 群山都在你面前震动 从古时以来 人未曾听过 耳未曾闻过 眼未曾见过 在你以外 还有什么神 能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 你善待那些喜欢行义 在你的道路上纪念你的人 看哪 你曾发怒 因为我们犯了罪 这样的情形已经很久 我们还能得救吗 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 我们所有的义 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众人都像叶子枯干 我们的罪孽 好像风一般把我们吹去 没有人呼求你的名 没有人奋起抓着你 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 使我们在自己罪孽的全世下融化 耶和华 现在你还是我们的父 我们不过是泥土 你才是陶匠 我们众人都是你手所做的 耶和华 求你不要大发烈怒 不要永远纪念罪孽 求你垂看我们 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 你的圣城变了旷野 西安成了旷野 耶路撒冷成了荒场 我们那圣洁和荣美的殿 就是我们的列祖赞美你的所在 被火烧了 我们所喜爱的一切都成了废墟 耶和华 对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 你仍然坚默不言 使我们受苦到极点吗